为了表彰长者对社会贡献 新竹五丰乡公所在乡民代表会支持下 将在10月发放重洋敬老礼金 发扬传统敬老尊贤美德 预估有362名长者受惠 只要满70岁以上 且今年6月30号前 涉及五丰乡未签出长者 都符合申请资格 像我也是刚到70岁 70岁也是也有申请到 当然是补乳求补老 争取我们的福利 五丰乡70到89位的长辈有249位 那90岁以上的有13位 那90岁以上的我们道府发放 我们分三批次 由于五丰乡服务员辽阔 部落较为分散 而且还有不少赌居老人 担心长者不知道资讯 或不了解申请程序 公所也特别加强宣导 在我们山上是比较部落分散 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冲干事会下部落去跟他们宣导 他们现在都大部分都去申请了 今年将按申请时间分三批次汇款 70到79岁每人2000元 80到89岁每人3000元 90岁以上长者公所将道府发放1万元 再赠送一张奖状 预计10月4号到12月5号间发放 原市新闻胡春八度 新竹武功采访报道